年过古稀的老艺术家 第一位 郭兰英 1930年出生于山西一户贫困家庭 14岁功成名就的他被称为禁剧中的梅兰芳 他的歌曲成了无数中国人永恒的回忆 第二位 达士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男性眼中的帅哥 又是女性心中的梦中情人 曾经获得金凤凰奖特别荣誉奖 如今81岁的达士长在家安享晚年 第三位 谷建芬 1935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后回国定居 谷建芬一生创作的歌曲有上千首之多 86岁的他从未放弃对音乐的追求 第四位 牛奔 自小进入娱乐圈的他摸爬滚打几十年 精湛的演技拿到了百花奖等重量级奖项 80多岁高龄的他面对演戏兢兢业业 备受业内人士的好评 第五位 秦宜 她是老一辈的荧幕女神 从影80多年的秦宜说 电影是她一生的追求 如今近百岁高龄的他还在坚持公益 第六位 李谷一 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唱歌天赋 在首届春晚中是歌唱界的半壁江山 77岁的李谷一一直坚持她的歌唱事业 第七位 李忠 她是公认的老戏谷国家一级演员 不管什么样的人物都能演得淋漓尽致 现如今80岁高龄的吕中几乎告别了影坛 人虽老去带艺术长青 你最喜欢哪位老艺术家呢